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娱乐新闻 迪丽热巴 孝战 朱一龙 孟子义 张若云 一 娱乐资讯 一 江苏卫视的综艺 百姓的味道二家兵米妖 迪丽热巴 谢霆锋 丁真 王俊凯 苏一鸣 古爱玲 徐梦陶等 二 朱一龙 接下来有一期 时尚先生 杂志封面 物料已拍 三 由心力和爱奇艺联合出品的电视剧 最好的对手 主演战定 赵又婷 郭麒麟 四 仙剑奇侠传七 即将开拍 主演接触 孟子义 邓伟 五 由罗云熙和吴倩主演的电视剧 追光者 目前预计10月份左右上线播出 六 爱奇艺网剧 了不起的曹轩轩 主演战定 宅肖文 陈瑶 七 孝战的安奈晒代言 物料已拍 预计9月13日左右官宣 八 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同名小说的腾讯电视剧 大凤打耕人 主演战定 张若云和甜西威 二 娱乐问答 报客报客 萧敬腾与神是营销吗 必然是营销 娱乐圈营销最成功的三大人设 萧敬腾的与神 汪峰的头条 张学游演唱会抓逃犯 妥妥的都是营销出来的 就说这两天热了好多天的成都下雨 结果有网友发现 萧敬腾的微博IP在四川 于是乎 雨神的人设就又营销了一波 妥妥的都是团队的操作 难道 大家不知道 萧敬腾和老婆 已经长期定居成都 她最近两个月都在成都待着呢 一下雨 就又蹦出来营销人设了 那之前的两个月那么热 难不成也是她在成都待着 则不营销太阳神人设呢 玩笑啦 你要知道 成都近十年的统计数据 每年有250天 300天为多云阴雨天 这雨神也是太好当了 明星的人设 当个段子看看就行了 没必要当真的 娱乐娱乐 不就是又鱼又悦吗 三 娱乐趣闻 一 易阳千玺开始注重跟队友搞关系了 早前王源的新歌上线 她团队贴着人家宣传 买了词条捆绑新歌 这是他们新的洗白思路 想转移大家的视线到队友的关系上头 避免外界再盯着她的编制瓜 二 白露的事业心特别重 她在拍戏的时候很注意跟其他演员处好关系 会经常带一些小零食跟别人分着吃 三 林俊杰小透明的时候自己写歌 到处给明星头 真正第一个用她歌的歌手是王兴林 四 将输引在《舞美传》里的番位确实是第一位 但据播出之后 她并没有吃到什么红利 还被潮视乡边女主 专门去衬托别的女演员 五 袁珊珊的健身人设虽然立得还挺广为人知的 但其实她也有私下去医院咨询过切胃的事 觉得这样可能更医劳有益吧 六 很瘦的女星其实没必要心疼她 她当初跟那位男星在一起时 男星跟前女友也没彻底分手呢 男星前女友虽然很努力地挽回 甚至自杀威胁求复合 但男星都没犹豫 打包行李非常利索地从两人合租的公寓里搬了出来 男星现在老板是某童星流量 所以资源相比之前有些提升 七 白净庭工作室招人了 很多粉丝打着找工作的名义去见她 八 刘昊存在卖惨反吵 说自己路人员崩坏 两个品牌都撤了她的物料 对她避之不及 她再这样都快虐出死忠粉了 实际上光这两个商务撼动不了她的资源 她团队正在给她沟通高奢 那些大众品牌没了就没了 九 周冬宇的那个蜡像 她团队要求改过的 身高是比她本人高了有四公分 整体看起来也比她要稍微丰满些的 十 秦海璐和老公 最开始在剧组干架 她老公一看 这女人 真猛 我喜欢 然后就开始追求 交往了 十一 制片人在一部电视剧剧里面起的作用非常大 相当于那种大家常的角色 有时候比导演还重要 因为没有导演这部戏可能拍不好 但是没有制片人 这部戏可能就根本没法开拍 十二 二字男星 现在的社交圈都是她女友那个圈子的人 反而和娱乐圈同行来往少了很多 她一心想打入女友家的那个圈子 免得和女友参加活动时什么人都不认识 之前还有男富二代当着她的面和她女友热聊 她都插不进什么话 后面就开始恶补这方面的人际关系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by bwd6